深受青年学子欢迎的暑期战斗营活动 在上周已经圆满落幕了 让三千多位学子 透过具有国防专业 以及军事特色的多元活动 过了一个充满挑战和回忆 更有别于以往的暑假生活 是啊 国防部为了推广全民国防教育 让青年学子了解国军现况与部队生活 今年开办了高达17个营队 33个T4的军事体验课程 丰富的内容就连我都想要报名参加了 的确 虽然我们都没有办法参与 而青年学子们一个人也只能报名一个营队 但是没有关系 接下来我们将透过报道专辑 带您一同体验活动的实况 满足大家对鼠战营的向往 没错 现在就随着镜头一起上山下海 让我们走遍全国各地 体验兼具活力与知性的竖起战斗营吧 全民国防是全民参与国家安全准备 展现坚强防卫意志的形态 国防部为推广全民国防教育 引导青年学子体验国防事务 举办暑期战斗营活动 借由育教娱乐的军事课程多元化教学 引领学员认识国防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 今年的全民国防教育暑期战斗营活动 除延续既有军种特色的铁卫 铁甲 成功铃 散讯特战 古关挑战 两栖勇士 航空战斗营 以及地处外岛前线的金门 马祖 宏湖战斗营 还有军阅仪队体验营 将具知性气息的新闻 医学研习营 科学体验营 等十四种形态的属其营队外 更新增海上生活体验营 航空科技体验营 两个营队 高达十七个营队 丰富多元的活动内容 吸引数千位青年学子 热情参与 透过寓教娱乐的方式 使他们在接受战斗营的 军事训练协理后 更加了解国军现况 与部队生活 进而成为全民国防的重要推手 今天的节目将透过镜头 带大家了解各战斗营的 精彩活动内容 一同感受这群青年学子 挥洒汗水 体验各项军事丰富课程的实况 外岛的金门 马祖及澎湖战斗营 具有浓厚的战地特色与风光 总是吸引学子 踊跃报名参加 不论是参访著名战役的战使馆 向英烈将士致敬 或实地走访 堪称鬼谷神功的军事设施 以及精神体验 炮操演练 都让他们对国军官兵 早年在物资缺乏 及生活条件恶劣的环境中 牵手岗位 束手最前线的坚持与业力 深感敬佩 刚刚这边官兵跳炮到 真的都非常认真 他们就是这个大炮 实在不是很好操作 可是他们还是成功地表演得出来 他也开放让我们学员 自己几个名额上去示范 操作拉炮 然后我觉得我们 能有这个难得的体验 是真的非常不错 看他们在做的时候 都很轻松 结果非常的恐怖 可以学到 每一个地方不一样的历史 就是平常之前都不知道的 南台湾炙热的天气 抵挡不住参加海上生活体验营 及两栖勇士挑战营学员的热情 课程内容 除了有非常实用的水上求生训练 还有AAB-5 两栖登陆图形车乘坐体验 以及令学员相当期待的航行体验课程 舰上官兵安排救火衣穿戴 旗号 舰艇识别 结绳 撇揽石座等科目 另外海军水下作业大队也在潜水课程中 指导学员们体验潜水实际 让大家对海军寻意海浆的坚强战力 有进一步认识 来到这边呢 就是可以看到很多的军舰 然后体验当军人里面的生活 然后也感受到军人 他们并不是死板板的 而是他们也非常的有亲切有活力 然后走在路上看到军人 都会想要很敬佩 想要对他们敬礼 想要来体验看看 然后想要去更进一步去体验海军官校学生里面 他们的生活作息 还有他们对于升旗是如此的看重 然后还有一些什么水中的声纳 然后一些海底的地形 他们是怎么样去做研究的 所以我觉得非常的有趣 就是学这个很有用 不管是帮助别人还是帮助自己 两期永迟队 赞 由空军办理的航空战斗营 与航空科技体验营 广受青年学子们的欢迎 满足了年轻人翱翔蓝天的梦想 课程中学员进行模拟机 电脑辅助训练鱼体验 完成起飞 加速及降落等飞行科目 实际领略飞行员 翱翔天际的高超战绩 不仅如此 学员们也参观航空生理训练中心各项设施 使学员了解各项航空生理训练内容 并实际参与气象 航管 站管 及通信等全方位课程 不论是气象播报始作或模拟担任塔台航管人员 使年轻学子在轻松有趣的氛围中 更加了解航空科学相关知识 这几天我们参观了C13洞模拟机 还有AT3模拟机 以及各类飞机的介绍 还有飞机的修复流程 就是让我对空军有更加的更深刻的认识 让我日后也想要加入空军 成为空军名分 进去的那个模拟机啊 然后就觉得很刺激 很有实战的感觉 然后虽然是陪选地转 然后我觉得收费也良多 然后第一次体验真的跟想象的不一样 所以觉得很有趣 由陆军特战部队担当的反训特战营 和古关挑战营 各种特战战技课程 让学子大呼刺激 尤其令人既期待又害怕的高塔训练 学员们背上散包 一步一步爬上34英尺的高塔 特服恐惧 一跃而下 顺利完成挑战 将傲心情易于言表 而来到陆军特战训练基地 虎关 山地作战的突击洞桥 平衡攀登 绳索下降等特战专业技能 以及住屋搭建 野炊 陷阱制作 与动植物试别等实作课程 都让年轻人 充分认识野外生活的尝试 极命用方式 古冠战斗营 我因为多了爬山这一项的课程 然后我觉得 这不仅让我在体能方面有增加 对 然后也让我学到了更多不一样的知识 然后也看到不一样的风景 然后我觉得收获很多 不知道耶 如果要穿这个操练衣整天 我一定会累死 但伞兵都很辛苦 真的很辛苦 战斗气息能厚了铁卫 铁甲成功领战斗营 课程也极为多元 并具备各单位的特色 宪兵主办的铁卫营 学习实用用防身的琴拿术 与防身术 一股帅气十足的宪兵 踢车牌英姿 也在形式鉴定技术课程中 透过互动游戏 模拟形式现场勘察 培养敏锐观察力 与分析能力 近视宪兵高科技笨案的专业技术 位在装甲兵学校的铁甲营 包括虚拟战场 战车模拟器训练 战车实在射击 与战甲车承载体验 让学员实际感受 装甲部队的震撼威力 至于成功领战斗营 则在障碍超越等活动中 磨练学员的胆势 思维和领导能力 以团队互助合作的方式 通过考验 就是刚刚我们学会了 怎么样鉴定真操跟尾 就是真操跟尾操 然后这些都是之前 没有学过的东西 所以觉得就是很有用 然后刚刚我们也就是 是用是做了这个 就是自己指纹 就是做自己印自己指纹的这个 觉得非常的新奇 第一次看战车炮 就是很震撼就是心会抖一下 然后就是尤其是在密闭空间 就是回音很大 然后就会非常非常的挫一下 这样 许多不一样的活动 然后都会有不一样的教官 带领你操作 然后会学习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在历次国家重要庆典上 三军乐仪队精湛演出 向来是众人瞩目的焦点 在军乐体验营方面 参加的学子 由专业的军乐队官兵 指导管乐吹奏法 而仪队体验营 则实际体验国军仪队出勤装备 和军礼训练过程 让学子们一窥仪队官兵 雄壮威武的仪队背后 毕竟严格扎实的训练扩程 深刻体悟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功的力含 在活动结束前 仪队精锐体验营也进行大会诗 学员们将连续来的练习成果 完美呈现在受邀前来的家园里面 心情付出后的甜美滚石 让他们为自己 留下难忘的体验回忆 我没有想过说我还会再有一次机会 能够当上指挥 因为我之前已经交接完了 我就想说我高中已经结束了 我没想到我大学的时候 还会再碰到指挥这一块 然后我也很感谢 就是能够来参加这个 然后也很感谢所有 可以让我当指挥的长官 然后还有就是指导我的长官 对啊 然后就是他们也都很帮助我 然后我也就很感动 我就是看到他们就是短短的几天 就有这样的成果 真的很感动 就很替他高兴 好像也学了很多东西 虽然我在表演的时候 有出错 掉枪了 然后 那个队伏们也会就是 来安慰我 对我打气 然后所以我后半场的那个表演 都是没有出错 所以我很开心 然后也很谢谢自己的对付 新闻 新闻严锡营 带领学员来到虚拟摄影棚 了解电视拍摄流程 也亲自登场 担任新闻主播 模拟播报新闻 并透过参访军事新闻通讯社 青年热报 探生广播电台等单位 了解国军军事新闻 专业单位的特性 以及新闻作业流程 医学研锡营 则特别结合国防医疗专业 与军事特色 引领学员 了解军事医护人员 应有的基本技能 同时透过军政医学 大体解剖 药物来源研发 制造药剂 及药物成分的辨识 基础护理知识 法医学等体验活动 增进个人 对军事医学的兴趣 与服务精神 此外 在中正玉校 举办的科学体验营 学子们 在自然科学实验 地球科学 数学研习等课程中 以活泼多元的教学方式 启发学习兴趣 提升基础科学知识 体验看看当主播的 就是在台上那种感觉 对啊 然后还蛮紧张的 然后可以体验看看 当记者的那种 不一样的感觉 因为平常都不会 有体验到 今年度全民国防教育 暑期战斗营活动 已经画下完美句点 这群年轻学子 除了挑战自我 也为全民国防 做了最佳的见证 希望他们回到校园 与社会后 不仅能够发挥种子的功能 凝聚国人 国家安全 人人有责的共识 以及全民国防的信念 与意志 未来更能够做 国防施政最有力的后盾 促进国防事务 稳固发展 与长远进步 哇 就算只是透过画面 也能感受到 每一T4活动 精彩热烈的课程 看到学子们 尽情挥洒汗水 用于挑战自我 就知道暑期战斗营 为何深受学子的欢迎了 是啊 虽然今年的暑期战斗营活动 已经画下圆满的句点 但是我们期望 每一位学员们 能够再回到校园 及社会之后 分享个人对国防 及国军部队的体验 为推动全民国防 而贡献 一己之力哦 另外 明天是一年一度的父亲节 再次也要提醒 电视机前的你 记得要和爸爸说声 父亲节快乐哦 好的 今天的节目 再次告一段落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周再会 再会